好,這個功能我現在呢 我就進到這個 Webocation 這個是一個即時語音的服務 那老師知道 目前Google Meet 請問有沒有字幕的功能 有,但是很抱歉沒有反比中文 就是英文、西班牙文、法文之類的 那我們在這裡的話呢 這個服務是我目前找到 兩個裡面的其中一個 目前有繁體中文即時字幕的 有兩個地方 第一個,老師最近應該 這一兩年有沒有聽過MyViewBo 有,你如果有 通過他的講師認證 孟娟老師應該有吧 你們有拿到即時語音字幕的功能 對不對 那個就是只有你通過認證才有 我也有嘛 可是這樣子 我有你們又不能用 對不對 那不是很可惜嗎 所以我就去找大家都可以用的 那你看一下 我在這邊 現在 現在 有沒有 我在講話的時候 我就有小幫手 那麼 如果老師的 這個學生 他可能 萬一就是說 他比較需要這樣字幕的輔助 我們用這個服務有一個好處 他的樣式 他的大小可以調整 買ViewBoard很抱歉 我跟他建議過 不行 是比較可惜 是比較可惜 那 這樣是不是就有了 可是呢 我如果這樣子的話 講課是一種方式 可是我切換到這邊 是不是就沒有了 怎麼辦 我就會把它叫來外面 叫來外面 有沒有這樣獨立一個小視窗 那我把它放在最上面 現在我切換到 別的地方 你有沒有感覺到我的字幕可以在一起 那 你放在這裡也沒關係 是不是可以自由調整 買ViewBoard 樣式不能調 位置不能調 我跟他怎麼建議都沒有用 所以我們就自立自強 有沒有感覺到我們 口語化的正確度 其實都還蠻高的 專有名詞真的就比較沒辦法 但是專有名詞 他有一個地方可以設定 如果老師常常用到某一個專有名詞 但是他每次都翻錯 我們就把那個詞 正確的對應給他 你可以給他一個清單 那麼他每次翻到那個字 他就會用正確的把你替換掉 所以這樣子 是不是有些尤其是特殊生 就有可能有需要 我可以把這個字幕變得再更大一點 而且其實說真的 老師我們剛剛講的有沒有都在這裡 你知道直接儲存下來就好了 哈哈哈哈 有沒有直接存成文字檔或Word檔 這樣是不是可以 他怎麼可以 對啊 老師你為什麼可以縮小在右下角 因為我剛剛 他本身有支援這個 可以開啟一個小視窗 對對對 他本身支援的 這樣我需要講這個工具嗎 所以老師你按快速鍵讓他縮小在那邊 沒有沒有沒有 他本身可以跳出這個 跳出這個小視窗 我唯一增加一個小工具 就是我讓他永遠在最上面 就是我們講的置頂的功能 就是我需要一個小工具來幫我完成這個動作 那你看這樣子 我們在講的時候 是不是正確率就還蠻高的 而且因為你可以自由調整 就是這個大小 你看我可以拉開一點 這樣子的話呢 他的字幕就可以再長一點 我也可以稍微縮小一點 我的這個主要就是希望他不要干擾到太多 當然如果你字要大一點 我們就可以把它獨立成一個視窗來做 其實你看我拉開 有沒有還是看到 所以如果老師你覺得說 我的小朋友 他可能需要這樣會比較專注一點 你也可以用啊 也是OK的 不管是線上的 當然可以啊 顏色也可以改變啊 行劇、字劇都可以改 所以這個就是他比MyTibo那邊方便的地方 好 來 那我們請老師一起打開來看一下 在這邊 這裡我有寫的部落格文章 在簡報的14頁 好 那你往下看 往下看 他的網站在這裡 有沒有 老師看到這個顏色應該知道他是哪一國的吧 他支援烏克蘭的嘛 哈哈哈哈 來在這裡 他的官方網站在這裡 這個就是完全免費的 所以只要老師呢 您進來就可以用 你可以選擇要不要註冊 不註冊也可以用喔 那有註冊有一個好處 你註冊之後 你的設定跟著你的帳號走 所以老師如果今天 我這個班級 我要用 我把我的字的大小 顏色啊 那些都設好了 你看我剛剛登錄 我有沒有再去設定 沒有對不對 一打開是不是就用了 就還蠻省事的 好來我們看一下喔 來這邊 你看我把這個 好 先在這裡 老師進來 我先停掉 回到最外面 回到最外面 老師進來 就在這邊 您看 在這裡有沒有開始 對不對 按下去 好 進來之後 您看右手邊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登錄 Sign In 我已經登錄了 所以這邊就少一個 那您進來之後 您可以先做一個設定 設定 雖然它沒有中文的顯示 但是應該老師還可以看得懂 好 你看我把它按下去喔 所以今天如果老師 你是帶那個Notebook的 你馬上就有麥克風可以測 好 那首先我們在geno這裡 geno這邊 好我應該先到這裡 你先告訴他 你要辨識的語言是什麼 兩個字有沒有 語言 我們先選擇 繁體中文 各位 對台灣這麼好的 有沒有國語還台灣的喔 台灣國語喔 對不對 好所以我先把 我要辨識的語言先選好 第二個 我們在geno這邊 我們回到這裡來 你看 你看 它預設 預設的話呢 就是那個明擋度是高的 就是對於這個 音量的部分 好第二個 它告訴你 每隔一秒鐘以後 如果沒有聲音就會停止辨識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 好 那你看它後面喔 這裡 你們的預設值應該是Dunasimba 對不對 對不對 知道這個是什麼意思嗎 來 你看我把它關掉 我剛剛在辨識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我的字都還留在上面 那個Dunasim就是 你如果辨識過的 不要把它清掉 就是不做任何事 來 再看一下 你看這裡 有沒有看到 一行之後就清掉 還是兩行之後清掉 有沒有 還是全部都清掉 如果你不做任何事 你所辨識的 就通通都留下來 好這是第一個 對 然後 再來它下面有快速鍵 我們等一下再講 我們現在要講的是這個 它要怎麼呈現 Appearance就是怎麼呈現的意思 有沒有看到字體 文字顏色 有沒有 還有文字的大小 寒高 字句 有沒有都可以改 但是老師留意一下 它用的叫做EM EM這個單位叫做字體大 所以這樣就是兩倍 兩倍是什麼樣叫兩倍 因為我們一般 網頁預設的大小 就是12點 大概12pt左右 所以兩倍就是24 你知道為什麼 剛剛字那麼大顆了吧 那行距也是一樣 1.2倍 所以如果你要行距 字句 字的大小 都可以在這裡改 那另外就是 我們的字幕 你要靠中間 像我現在就靠中間 還是要撐開 撐到全部 靠左邊 靠右邊 有沒有都有 就是水平的 還有垂直的 所以如果一般要做字幕 大部分是不是都是 放在下面比較多 對不對 或者你用這個 像我現在放在正中間 因為我待會是一個小四窗 所以我就讓它浮在中間 然後 左右也是靠中間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預覽一下 那個樣式就像這樣 所以這是它一個蠻大的優點 就是這些都可以客製化 最後我們來看這個 剛剛不是說如果有些專有名詞 就是叫Word of replacement 也就是說如果你發現 他每次我講哪一個字 他就幫我弄錯 我就把他講錯的這個字放進來 請他幫我取代成什麼字 等於你做一個 那個叫做黑名單 我講到這些字 我知道你會翻錯 就請你把我翻成正確的 那你可以增加第二樓第三樓一直下來 那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們就設定完了 如果你本身有登錄帳號 那這個設定就會跟著你的帳號走 那你也可以選擇把它做匯書 下次再匯進來也可以 所以這是它的一個優點 那你看我們就先來試看看 當你按下開始辨識 有優點的老師你可以試看看 你看我現在在講這個部分 這樣就出來了 對吧 他在我斷句的時候 他會自動幫我加上一個空白 雖然他沒有辦法幫我們打出標點符號 但是我們明顯的斷句 他就會幫我增加一個空白 是不是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OK 這樣有概念了 那我們就要回來看它的快速鍵 為什麼呢 你要把這個文件儲存起來也好 或者叫出我們剛剛那個小視窗 有沒有 都是在快速鍵裡面 來我們看一下 好我先停止 你看這邊 setting 快速鍵快速鍵 好首先你看 如果你想存檔 有沒有發現 它的快速鍵就是先按一個W再一個F 如果我想開一個小視窗 有沒有在這裡按一個W加一個N 所以我試看看喔 你看喔 這裡關掉 我按一下W加F 太慢了 太慢了 來我這裡打開 W F 有沒有跳出來 你可以存的純文字或者W的檔都可以 好 那我按一個WN 有沒有跳一個小視窗 那我就自己再調整一下 我想要讓它只看到一行 我是不是就下來一點 下來一點 好那我開始電視 現在你看我在這裡 你現在在上面看到的 這裡我先關掉 WN 好再重新叫出來 這樣有沒有同步了 對不對 我這邊就是希望我只看到一行 這樣可以喔 那我們現在唯一要做的 就是希望它永遠浮在上面 有沒有 像我們今天開始講 Google Meet 那個新功能 叫做什麼 指母畫面 有沒有 嘿我希望它浮在上面 那這個功能它本身沒有 怎麼辦 所以我利用了一個小小的工具 再往下往下 好在這邊文章裡面 我有介紹一個小工具 這裡 這個是免費的工具 也不用安裝 您下載解壓縮就可以用了 好你看喔 我在這邊 這裡 我有一個叫Extra Button 有沒有 你解壓縮之後 是一個資料夾 有一個執行檔 就這樣 你如果執行了之後 你會發現 你們家的這個瀏覽器 按在這個叫做標題列 按滑鼠右邊 有沒有增加很多功能跑出來 我們以前只有這裡嘛 對不對 現在你會發現多了上面這麼多 我要的就是永遠在上面 我就可以把這個視窗 放在我的最上方 按下去 好了 現在我不管走到哪裡 你有沒有發現它都會跟著我 這樣是不是就OK了 所以就是 有些服務它可能提供到 可以做到一部分 但是有些做不到的 我就去找其他工具來搭配這樣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有更好的效果 這樣OK 好 所以我想 如果老師剛好有需要的 你可以試看看 謝謝 謝謝